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2号3号都没有选择去输出 这局势还算平稳 那3号也没有去打钉凤 这其实也看不出来 因为钉凤的嘲讽并不是那么高 这把有可能是一个大无的局势 这比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3号位的身份 因为3号位一次 不过我们可以确认一下 看来这把是一个小位了 从场面现在的局势来看是一个小位 针匙们这么打的话大概也是一个无果 因为它是抢 等下 因为它是抢 等下 3号位的身份 这人肯定是飞味 因为5号是打一个偏向无果的人 这时候5号的身份是倾向于卫国的 这时候他选择去杀5号 所以表明它是一个飞味 同时它是 蜀国是群群的概率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我们下家应该大概率是一个无果 上家也是一个飞味 上家是一个蜀或者是群雄 好 这个人是个飞舞 我们标记一手 这个人是个群雄 我们也标记一手 我们看一下周氏怎么打 其实周氏这个武将的话还是适合前期和亮将的 你后期的话大家都亮将了你 如果要发动技能的话还要去弃制自己的手牌和装备 好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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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是一个非常小的位观 所以说我们主要做的应该还是平衡局势 现在场面是两个群雄两个无果 从我们分析的身份上来看是两个群雄两个无果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不要 高级去打他们任何一个势力 因为你一旦让这个奸品发生的倾斜 有可能这个势力会给你拼命 也有可能会导致场面局势失衡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还是缓一缓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还是缓一缓 这个开战的话 这个开战的话其实爆发还可以 并没有给三号位发工资 现在这个局势是三个群雄 如果再出一个群雄的话 我们就没得完了 没法打 不过好在现在董卓跟周氏 都是没有个人能力的武将 其实我们还能接受 这个强度我们还能接受 如果是一小打多的话 他们的武将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 8号不亮枪大概就是一个飞拳 我们标记一手 现在不亮枪的都是飞拳 对直接凉了 这些人都不亮枪的 不亮枪的话 那我们也不太好亮 那这个局势崩了 没得打了 这袁绍是赤两枪我们就弹了 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 我们没想到他是个袁绍 如果我们看到他是个袁绍的话 肯定会选择亮主将的 不然的话太亏了 这把主要是被四号针对了 有点难受 我们少了一张闪 如果是两雪的国家的话 还可以打 两雪还可以打 他并没有选择去继续放剑 还行并没有绷得那么厉害 下一波行动 我们就亮一个国家 快来与我等 绝一死战 乌奈河北上将 温仇雪 快来与我等 绝一死战 乌奈河北上将 温仇雪 一荣俱荣 这个救不了 即使用珠联闭盒也救不了 因为是边决斗边摸 他这时候应该去发动他的珠联闭盒的标记 然后去乐一个人 不计划 我 要卸去左右 一荣俱荣在那里 没双量的标记 主要是趁能不能换一张 9 如果换一张9的话 9杀连少应该是 能够非常容易的击杀的 班号位有可能是一个卫国 还是群雄 那东西 没得打 所谓还是有机会的 逃走行动一波 能够杀一个袁绍 我们还是有机会 还有一个蓝蛮肉群 这个非常不错 我们再给逃走交易 这两个蓝蛮肉群 基本上就能够将群雄打工 这九门还是选择不交 不交的话他选择杀刁传一手 我们九杀就能够补上伤害 所以这时候还是不交九杀为好 好 对方吃也选择抽象 所以这把我们还是比较轻松的 后期 这蓝蛮入侵真的是帮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个人忙 我们这个蓝蛮入侵也是选择了续豹一手 通过续豹 然后通过队友曹操的吸蓝蛮入侵 然后我们通过一击再卖两个蓝蛮入侵 所以说AOE对于大势力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打击 那么两个蓝蛮入侵一放 群雄基本上一点机会都没有 加上我们的五六箭 我们能够再补一个九杀 但貂蝉是必死的 貂蝉死了之后 我们两个人为攻一个 还是非常好打的 所以说你卫国在游戏前期的话 如果局势不明了 最好还是不要选择亮将 如果一旦的亮将的话 会被敌方全部急怀死 那么我们卫国又先死 那么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如果我们卫国后手亮将 其他的势力拼的残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我们俩将就能够收割场面 收割局势了 好的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可以帮鸡哥点一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